前秦和东庆军队就这样隔着河相持了一段时间 两边谁也动他们的 这样可不行啊 所以谢璇就主动去找了芙蓉 你们往后退一退 让我们渡河过来 再一决胜负 芙蓉一想 有点意思 等我捋一捋 起开 捋什么捋 就这么说定了 福建心想 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 我就派兵突袭 多地一城河 嗯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 司马家那是打成一团 同时北方也是乱成一锅周 这时候 匈奴贵族刘渊趁机建立照航政权 也来凑热闹攻打西晋渡成洛阳 但貌似没有人搭理他 不好意思 我来打个街 大家都突然弄住 是不是有病 还嫌不够乱是吧 给我起开 嗯 你们都别走 等着我摇着去 此时狼牙王司马瑞看情形不对 就直接渡过长江向南前洗 到了剑野 之后的事实证明 司马瑞跑的可真是时候 公元311年 刘渊的儿子刘冲攻破洛阳 俘虏了静怀帝 司马赤 两年后 静怀帝被杀 只称永家之乱 但是司马家从来就不屈皇帝啊 于是司马业又在长安继位了 延续着西晋最后的一口气 公元316年 刘渊的干儿子刘耀又攻破了长安 俘虏了静敏帝 司马业 不久后司马业也被杀 西晋灭亡 称帝啊 看你们司马家还能不能称帝 再称一个帝给我看看 走你 啊哈哈哈哈 哎 再建业的司马瑞可就不服气了 哎 你别说 我就是要称帝 果不其然 于是317年 司马瑞称帝 史称静元帝 东晋建立 但是东晋由于皇室实力过于若即 利润皇帝只好依赖门阀氏主 皇帝就只是个摆设花瓶 啊哈哈哈哈 哎 现实很残酷啊 时间来到公元377年 东晋真正执掌朝廷的人物 谢安 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推荐自己的侄子 谢玄镇守广林 同时训练了一支 骁勇善战的军队 北斧兵 这支军队在之后的战役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 北方也是乾勤的天下 乾勤如此强盛 只因乾勤天王福坚 重用汉人王猛 王猛何许人意 堪比诸葛亮的厉害角色 在王猛的管理下 乾勤国力日益强盛 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嗯 王猛突然病倒了 王猛临死前叮嘱乾勤天王福坚 千万不要去攻打东晋 险卑和枪竹迟早会叛乱 先把他们搞定了再说 说完直接就挂了 福坚内流满面的说 嗯 你放心的去吧 但心里面却在想 走就走了吧 废话还这么多 果不其然 公元378年 福坚在完美避开大臣们的劝阻下 派出17万大军攻打襄阳 我就跟你们说 我的实力我自己最清楚 很快 乾勤大军前进到缅水的北边 襄阳城里的梁州刺史 朱旭一看对方没有船呢 就放松警惕 一群傻子没有船打毛线呢 没想到乾勤大奖十月 连人带马跳进水里 带着五千骑兵汤水而去 到达襄阳城外 这天降骑兵 让朱旭大吃一惊 惊慌失措的撤退到了中城 你们这点人是打不进来的 嗯 哎别跑 你这外城一百多数船能借我一下吗 哎算了 还是自己动手吧 结果十月在外城 搅拨了一百多数船 把其余的乾勤兵都接过了河 最后在乾勤军的围攻之下 朱旭死守了一连 终于城破被俘 我朱旭可厉害了 留着我一定有用 乾勤大军又继续围攻捧城 结果被谢玄率领的北斧兵 打得落花流水 北斧兵四战全胜 全监乾勤大军 乾勤天王福建感叹道 北斧兵这么牛叉 我要亲自出征 于是公元383年8月 福建和弟弟芙蓉 共率一百一十二万大军 浩浩荡荡地开服匪水 而东径以谢玄为先锋 率领八万北斧兵 沿淮河西上迎击乾勤军主任 公元383年10月 福龙大军攻破寿阳 福建相当得意 觉得胜券在握 于是他派出了朱旭去劝祥 朱旭是谁 就是刚刚在襄阳被扶的那位 他现在在前情以官至上述 你说刺不刺激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起开 别打闹 但万万没想到 去劝祥的朱旭 一见到东径的真鲁大将军谢石的时候 趁着前情大军还没到齐 击败他们的先锋部队 灭了他们的锐气 我来做类印帮助你们 谢石竖起了大拇指 直呼你朱旭还玩个无间道呢 真会玩 于是11月 谢全派北斧兵民将 刘劳之率5000军兵主动出击 公元383年 东晋将领 刘劳之率5000军兵开服落剑 揭开了肥水之战的序幕 刘劳之取得了落剑大捷 斩杀了梁城梁云等多位前情将领 接着禁军继续细行 与秦军对垒肥水 落剑大捷后 福建信心开始动摇 望着对岸训练有素的禁兵 再看看自己的军队 再往向北面的八宫山 山上飘动的草木 就如同禁军士兵一样 草木皆兵 草木皆兵呀 这事儿把福建吓得够呛 前情和东晋军队就这样隔着河 相持了一段时间 两边谁也动摊不得 这样可不行啊 所以谢全就主动去找了芙蓉 你们往后退一退 让我们渡河过来 再一决胜负 芙蓉一想 哎有点意思 等我捋捋起开 捋什么捋 就这么说定了 福建心想 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 我就派兵突袭 清醒的 前情将领和大臣们 纷纷认为应该用肥水 阻隔最为保险 但结果是 我对自己的实力最了解 讨厌 但福建万万没想到 他提拔重用的 朱旭 却是个卧底 当前情军按指令 后退给禁军藤第二时 朱旭突然跳出来 在前情军后面大喊 情军败了 情军败了 前面的情军不知道发生了啥 一听说失败了 几十万前情军就乱成了一锅粥 原本芙蓉还想稳住正脚 结果被入嘴怪的 禁军立马斩杀 这样的局势导致逃跑的前情军 在路上听见风声和鹤鸣声 都以为是东近军追了过来 这也是风声鹤立的由来 嗯 这是鹤鸣声吗 这鹤不是画不出来吗 讨厌 就这样前情军大败 四处逃散 你看你看 不听我的话 糗大了吧 从此前情元气大伤 公元384年 枪主的姚长反叛了 建立了另一个秦国 史称后勤 公元385年 姚长派兵围攻福坚 逼迫福坚上位给他 福坚当然不让啊 于是姚长直接勒死了福坚 前情彻底而完 而东近趁此机会 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 又攻克了鼠地和汉中 同时北方再次进入混乱局面